看到今天立法院長韓國瑜中午的時候 再一次的來宴請國民黨的立委 那麼這一次也是最後一批的宴請 是繳來了國民黨的內政委員會 還有外交國防委員會的委員 所以包含稍早徐曉星 以及馬文君 牛許廷 徐宇貞等等的立委 都已經來到了現場 那當然這也是這個韓國瑜 在賴清德申請事件案之後 首次的現身 韓國瑜一早來到這邊 看到媒體的時候 首先就是跟媒體先問候 同時韓國瑜怎麼樣看待賴清德申請事件呢 我們一起來看稍早的訪問 院長怎麼看賴清德提起 還沒吃 還沒吃啊 院長怎麼看賴清德提起事件 好 謝謝 您覺得您投票有違反意識中的 好 謝謝 大家都事件前不來國際幫忙違憲 謝謝 部長可以幫我們說一下 院長投票有違反意識中的意思 那怎麼看那個現在賴清德提起事件案 覺得他有在施壓大法官嗎 好 韓國瑜對於這個賴清德提出事件案 以及說事件前不會到立法院國情報告 那這個部分韓國瑜並沒有多做回應 就是說謝謝而已 同時也問到江啟成 對於事件案還有韓國瑜投票的看法 那麼張啟成也是並沒有特別的多做回應 而據於說等一下的餐序上面 大家到底會聊什麼呢 大家小心跟大家說 應該就是大家彼此閒話家常 因為他們平常也是會跟韓國瑜來吃飯 同時柯智恩也有來到這場餐序 柯智恩也說呢 應該會跟韓國瑜來交流一下 在整個國會改革法案過後 這些立委們在地方上面所聽到的聲音 彼此互相的交換意見一下